拇指手套的细节尤为重要 需要保持轻松拿捏的手感与舒适度的平衡 拇指和食指的开口不仅俏皮可爱 耍起手机更是方便自如 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毛线选用非常柔软的哑光雪尼耳线 以及3.0毫米的勾针 首先所编起针 由手腕的位置开始编织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12个锁针 锁针完成之后 我们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里扇的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一共勾织11个引拔针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我们在后半针上 挑一根线进行编织 对应第一排的11个针目 同样编织11个引拔针 第二排结束 第三排继续锁一针 翻转织物 同样在后半针上 挑一根线 按顺序编织11个引拔针 后面的部分继续这样 往返编织 一共勾织47排花样 这里的函数没有限制 可以根据自己手腕的粗细 进行调整 第47排结束 我们将编好的织带 在手腕处做一下对比 织带刚好包裹手腕 如果偏小 可以继续增加函数 接下来 我们将织带的两个侧边缝合固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织带拼接好之后 后面继续编织手掌的部分 在织带一侧的底边 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在织物的边缘处 环形编织一圈短针 这里我们一共勾织36个短针 针数可以根据手腕的粗细进行调整 例如38针 40针 42针等 只要是2的倍数 针数也不宜过多 和手腕处一样 要贴合手掌的宽度 第一圈完成之后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下拉短针 在第三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下拉短针 后面重复编织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一共循环18组画样 第二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下拉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普通短针 在第三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下拉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普通短针 与第二圈刚好相反 按照一个下拉短针 一个普通短针的顺序 循环18组画样 第三圈结束 后面开始进行加针 第四圈首先锁一针 前面正常编织16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8组画样 第16针结束 接着在中间的两个针目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4个短针 后半部分正常编织18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9组画样 第四圈结束 第五圈首先锁一针 这一圈针数不变 按照一个下拉短针 一个普通短针的顺序 循环19组画样 第五圈结束 第六圈首先锁一针 前面正常编织18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9组画样 第十八针结束 同样在中间的两个针目上 各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正常编织18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9组画样 第六圈结束 第七圈首先锁一针 这一圈针数不变 按照一个下拉短针 一个普通短针的顺序 循环20组画样 第七圈结束 后面的部分 继续按照前面这四圈的方法编织 在织物的左侧保持加针 每隔一排增加两针 视频内我们一共勾织15排花样 加针至48个针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掌宽度 继续加针 编到适合的尺寸即可 第十五排结束 我们将织物带在手掌上进行对比 手套宽度与自己的手掌宽度匹配 如果偏小的话 可以继续加针 这里高度刚好在虎口的下方 不宜过高 接下来我们继续编织手掌的上半部分 第十六圈 首先锁一针 前面正常编织19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九组花样 第十九针 第十九针结束 接着后面编织两个锁针 在织物的左侧 空出11个针目 后半部分 继续正常编织18个针目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下拉短针的顺序 循环九组花样 第十六圈结束 左侧空出的部分 就是大拇指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继续编织第十七圈 前面按顺序正常编织 按照一个下拉短针 一个普通短针的顺序 编织19个针目 第十九针结束 接着在后面的两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在另外一侧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我们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一共编织五个短针 后面继续正常编织 按照一个下拉短针 一个普通短针的顺序 编织16个针目 第十七圈结束 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 按顺序正常编织 第十八圈至第24圈 每一圈各编织40个针目 圈数也可以自行调整 第24圈结束 我们将织物带在手上对比 高度刚好与手指的根部对齐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小拇指的部分 第一圈首先锁一针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五个短针 五针结束 接着编织两个锁针 转到另外一侧 在织物末端对称的位置 同样编织五个短针 第五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至第五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12个短针 手指的粗细可以自行调整 根据前面手掌的宽度 将织物分为适合的五份即可 第五圈结束 第六圈换浅色的线编织 第六圈至第八圈 针数不变 同样每一圈各编织12个短针 第八圈结束 第九圈需要减去六针 一共编织六个两针并一针 第九圈结束 最后断线 将织物的顶部收紧固定 小木纸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编织无明纸的部分 在第六个针目上重新起线 首先按顺序编织五个短针 五针结束 接着编织一个锁针 转到另外一侧 在对应的位置编织四个短针 四针结束 在小木纸相邻的同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小木纸的两个锁针上编织两个短针 在小木纸相邻的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第二圈至第十二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14个短针 第十三圈至第十六圈 换浅色线编织 然后中指和食指按照相同的原理编织 食指部分的第十一圈结束 第十二圈需要流出孔洞 首先锁一针 前面按顺序编织七个短针 七针结束 接着编织四个锁针 后面跳过五个针目 然后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我们在指度的位置留出一个孔洞 注意另外一支需要在相反的位置编织 不喜欢漏指的话 按正常的方法编织即可 另外大拇指也是按照相同的原理编织 手指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手腕的底部编织一圈滑边 首先在边缘的位置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在第二排条纹的顶部编织一个中长针三针的枣形针 接着编织两个锁针 在下一排条纹的顶部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按照两个锁针 一个枣形针 两个锁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现在我们这一款简单的五指手套就完成了 除了食指和拇指的孔洞位置相反 左手和右手的勾法一致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